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分享星之卡比探索發現 自然草原的隱藏彩蛋HAL房間的位置 這裡還差有一顆藍色的星星幣哦 具體的關卡是在1-3滾石道路 如果第一次打的時候有錯過 也是可以回來重新打過的 隱藏的房間是在結束前最終的這個位置 在右上角這棵樹的上面有亮晶晶的提示 等下觸發隱藏房間需要我們有探尋隊的能力 如果沒有帶過來也沒有關係 從三個箱子這裡跳到樹的上面 就可以觸發下面的公園長椅左邊 出現探尋隊的能力帽子啦 然後我們再回來樹木的頂端 探尋隊的能力長按住攻擊鍵就可以瞄準發射 目標是對面的遠方 上面的那個移動靶 打到了就會出現這個長長的階梯 上去就可以啦 真的是要感嘆太會藏了 上來之後這裡有更多的星星幣可以拿 然後就來到HAL的房間啦 叻叻 新知卡比系列是HAL研究所 和任天堂聯合開發的遊戲 所以就藏這個彩蛋囉 兩邊還有更多的帽子可以拿 上面這裡有食物可以拿 重要的是走之前千萬千萬不要忘記 將HAL全部都打碎哦 有更多的星星幣 以及一顆藍色的星星幣 就是這裡我們剩的最後一顆了 用探尋隊的能力射爆也是可以的 那這就是自然草原隱藏的HAL房間啦 如果想要收看更多關於新知卡比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